婚礼现场 男友威胁我 让我把一套房产过户给他表弟 不然不结婚 给的理由是 反正我钱多房多 给表弟一套算扶贫 我笑了 这年头 吃软饭还带同伙吗 我的婚礼上 去我上场 还有五分钟 婆婆却扯着我的手 生生把我拽到一旁 小声问我 乖儿媳 这婚礼结束以后 你是不是该把两万块钱财礼拿回来呀 什么意思 我反问 财礼不是都已经退回去了 我这只有两万 考虑到我老公孙建家条件一般 原本应该十八万八加三斤的财礼 我家只要了十万 三斤也没让他加出 甚至还给他们退了八万八 直里结性的留了两万出头 我知道的呀 婆婆高扬着头 嗓音间细道 我是说你们家留下的那两万呀 什么玩意儿 我一下子就傻眼了 妈你什么意思 我们家总共就留下两万多 再给你退回两万去 不就什么都不剩了吗 合着就是想白嫖个媳妇 你看看你 怎么又急了呢 婆婆一脸不高兴 继续掰扯 妈又不是要这两万 妈是怕你大手大脚 帮你俩攒着 到时候肯定拿出来给你们用的呀 再说了 怎么叫什么都不剩了 你们家不还剩下两千块钱吗 话音落地 一个酒店服务生就小跑到了身边 新娘在这里干什么呀 马上就要入场了 再不过去就来不及了 我一看时间 距离入场还有一分钟 妈有什么话等仪式结束之后再说 我得准备入场了 还没等抬脚 手腕又被大力拉住 不行 婆婆拿出从菜市场砍架时的表情 先生道 今天你必须得答应妈 要不然妈就不让你走了 一看这架势 我脑门上顿时急出了一层汗 再这么掰扯下去 势必要闹出乱子 到时候坏了婚礼流程不说 我爸妈肯定也得跟着着急上火 服务生表情难言 一脸急切地看着我 我咬了咬牙 行 仪式结束之后我就把钱转给您 婆婆一下子就乱了 赶紧用手推我的腰 早这样就对了 妈又不会害你们 都是为了你们好 快进去吧 紧赶慢赶 我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入了场 仪式的流程进行得很顺利 现场气氛被肆意烘托到了顶点 现在 有请我们的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在众多亲戚朋友的欢呼中 伴郎伴娘拿着两个戒指盒上来了 就在我已经将左手抬起的时候 孙剑却迟迟没有任何动作 我察觉到他的不对劲 皱着眉头问 阿剑你发什么呆呢 孙剑拉上我的手 嘴唇也如 你想说什么 台底下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呢 我本身就是个暴脾气 这下更是急得我出汗 轻疑 我有个表弟你知道吧 孙剑凑近我低声说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说起他表弟 你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轻疑 我表弟跟他女朋友明年就要结婚了 但是你也知道 他们家的条件不太好 婚房到现在都没有确定下来 所以 孙剑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妈想让咱们给他过户一套房子 你说什么 我不禁拔高了声音 孙剑他表弟结不结婚跟他们家有什么关系 什么叫给他过户一套房子 我下意识看向台下 大妈满脸关切地看着我 用口形问我出什么事了 而婆婆则摆出了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像是胜券在我一般 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我说孙剑和婆婆怎么在婚礼的问题上这么顺着我呢 原来俩人是在这儿等我了 先是在入场之前拖住我 趁我着急的时候要回彩礼 现在一世都到交换戒指这步了 再提出让我给他们家亲戚出一套房子 孙剑还在我耳边喋喋不休 轻易啊 反正咱家是干房地产的 咱又不缺这一套 你看我和我妈都答应表弟了 不仅快乐时下来都没面子啊 够了我直接打扮她的话盯着她问 你跟你妈一个想法对吧 孙剑摸了下鼻子 达菲索问 主要我妈说你必须出 要不然她就不让咱俩结婚了 台下的人早就已经遮着嘴巴议论纷纷 我跟孙剑是在大学时期认识的 同级不同系 我家做房地产市是首富 他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身边的人都说 不管是论家庭条件还是论样貌 我都比她好了几百倍 我其实自己也明白 但不管怎么说 孙剑对我很好 几乎是百亿百顺 体贴入微 从确定要结婚开始 我们家顾及到她的经济实力 房不用她出 三斤我自己带 甚至彩礼都跟没要他们的一样 用我爸妈的话说 现在对他们家好一点以后 他们家就不会为难我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但没想到等待我的竟然是这种 毫无底线的变本加厉 孙剑说着 又想来牵我的手 我直接避开她 抬手就扇了她一个耳光 啪的一声 她被我打懵了 台下一片惊呼 谁跟你咱俩了 我直接将头纱扯下来 往她的脸上一扔 我发现你还真有意思 我嫁给你 还得给你表弟出套房子 我一次又一次地顾忌你 迁就你 你就这么报答我 你跟你妈搭应下来的烂摊子 凭什么让我买单 当我欠你的妈 孙剑她妈不知道什么时候 蹦到了台上 将孙剑护在身后 指着我的鼻子质问 李清怡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 眼看我爸妈也要冲上来 我连忙冲她们白手 盯着她的脸一字一顿 我说 这破婚 谁爱结谁结 老娘不伺候了 她们不就是想做吗 好啊 那我就成全她们 我被气得浑身发抖 但大脑却无比清醒 趁着现场还没有那么乱 我拉着爸妈头也不回地出了眼回厅 直到坐上车 我才控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我原本以为 跟孙剑结了婚之后 我们俩会把小日子过得很好 我自己创业 她也通过我的介绍 进了心仪的公司任职 但我怎么都没想到 孙剑和她妈竟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 不想出房 不想出车 不想出彩礼 我都忍了 但今天她们竟然想趁着婚礼的时候再白嫖一套房 只为了她们那狗屁不如的面子 我爸向来沉着冷静的一个人都被气得骂了脏话 他妈的 这一家人还真把自己当成香不过了 混蛋不如的东西 我妈也是不停地安慰我 不接了好 不接了好 我们家轻易不能受这个委屈 爸妈带你回家 回家路上 我的手机一直都在嗡嗡嗡地震动 孙剑和他妈跟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 发消息 我嫌恶心 直接关了机 晚上 刚消停不过一会儿的孙剑又发来了消息 我大体翻了一下之前的消息 从一开始的明知故问 到虚伪道歉 见我不理他 便开始破口大骂 字字都不堪入目 可原来这才是他的真实面目 便连大师无疑了 紧接着 孙剑又打来了电话 他应该是没想到我会接 先是一愣 然后直接出声质问 李轻衣你想干什么 我不就是给你戴戒指的时候多说了两句话吗 从小到大我妈都没打过我 你凭什么打我 还有 你这不知道你走了之后老子有多么丢人 搞得我跟我妈一点面子都没了 极度愤怒过后的心情平静如水 我什么话都没说 安安静静的听着他在电话那边发电 过了一会儿 孙剑的态度突然软了下来 小姨 我知道你是怪我没提前跟你商量 但这毕竟事发突然 我表弟从小跟我玩到大 现在他有困难我也不能做事不管了 咱们现在可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分什么你我呀 咱俩好好说 给他过户一套小房子也行 我被他去笑了 到现在都还惦记着房子呢 还没来得及说话 我就隐隐约约的 我听见孙剑他妈的声音在旁边 小剑你别光跟他说房子啊 咱们今天下午结给酒店的尾款也得让他出了呀 哦对 当时订下那个宴会厅的时候我只付了八万 还有八千的尾款没给 我冷笑 说 好啊 让我把尾款钱给你们也行 前提是孙剑你得把我借给你开的车还回来 之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孙剑要准备公司面试 他跟我说不想天天上下班还要挤地铁 显得他和没有面子 当时我觉得他说的也对 毕竟地铁上人挤人 出行什么的都不太方便 见客户的话也说不好看 所以 我就把我爸之前送给我的小便利借给了他 让他一直开到了现在 孙剑沉默一会儿 开始嗷嗷地喊 李清姨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我不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 不就是一辆破车吗 你当老子真心稀罕 你就是瞧不起我是吧 一辆五十来万的车而已 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强忍着破口大骂的冲动说 那是我的车 我还就真的跟你计较 给个准话 什么时候还 话刚说完 孙剑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早就料到他会是这样的反应 之前我把车开到他面前的时候 孙剑激动地在车里坐了一个多小时都不肯下来 因为这辆车的原因 孙剑一入职公司就被所有人以为他是个小富二代少爷来体验生活 没少被人巴紧 面具这种东西戴久了 就长在脸上了 孙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感觉的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去了办婚礼之前跟孙剑一块租住的房子 因为新房要装修 才临时租了一套靠近单位的房子过渡 当时租房子的时候 孙剑跟我说他手头有点紧 问我能不能先垫付一个月的房租 等他入了直发了工资之后再跟我平摊 我二话没说 答应了 而且还很心疼他每天都要为了升级而奔波 给他赚了三千块钱让他掀花着 而他从那天开始也从未拿过一份房租 全都是我一个人在交 现在想想 我真恨不得一巴掌扇死我自己 妥妥的二臂恋爱脑 被人套漏了都意识不到 不过这样也好 租房合同上只签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退租的过程很顺利 根本不用争得孙剑的同意 临走之前 我要给房东转了两千块钱 房东是个热心肠的大哥 一看我这操作就开始问我是不是跟男朋友闹矛盾了气色才这么差 我没跟他戏说 只拜托他用这两千块钱再去买个门锁 什么款式的都可以 只要能在今晚之前换上 房东答应得很痛快 并表示今天就会把孙剑的东西都收拾出去 然后把锁给换了 晚上临睡觉之前 我就收到了房东大哥给我拍来的照片 门锁被换了个彻底 孙剑的行李也都被他堆到了门口 我的心情顿时大好 反正我跟孙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仅是租房 但凡我再让他占一分钱的便宜都是对毛爷爷的不尊重 大概十一二点的时候 我和爸妈都被一阵巨大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门外是陈剑和他妈的喊叫声 李轻衣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家 你给我滚出来 我妈被吓得不轻 一直拉着我让我别靠近大门 我爸罕见的被气到脸红 还没等我阻止 他就一脚踹断一个拖把棍就去开了门 陈剑被我爸的气势吓了一跳 然后又在他妈的怂恿之下质问我 李轻衣 你至于把事做得这么绝吗 你不声不响的就把房子退了 让我住在那 我又没对你做什么 至于使这么大的疯吗 你也太过分了 什么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他在说我过分哀 问过分 谁能比得上你们啊 我面无表情的站起来对回去 从确定结婚开始 你们家死疲赖脸的说家里穷 我和我爸妈体谅你们 房子我出 车子我出 就连彩礼都一分不少的给你们退回去 你们还想怎么样 我说孙茜 你不会到现在都以为咱俩还没分手吧 这么多年你吃我的喝我的 怎么着 现在分手了还想让我给你付房租 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成个金凤凰了吧 孙茜被我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干脆也不装了 瞪着眼就要冲上来打我 我爸先他一步挡在我面前 人高马大的 手里还拿着根粗长的棍子 你敢动我女儿一下试试 陈剑的动作一下子就顿住了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还没来的张嘴说话就被他妈截胡 他妈妈往地下催了口痰 口水乱喷 你奶奶的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我们家剑子要模样有模样 要能力有能力 随便出去一趟都不知道的有多少闺女喜欢她 你当你是个傻啊 陈剑他妈越说越激动 嘴上说着手还在到处比划 我今儿还就告诉你了 你在剑子眼里屁都不算是一个 要不是看你家有点鼻坑 一句话还没说完 陈剑他妈就突然闭了嘴 我想都不用想就能猜出来她想说什么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人的真实目的总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来 就怕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陈剑他妈犹豫不到一会儿 又恢复刚才的嚣张气焰 阴阳怪气 再者说了 谁知道你们家的钱是怎么来的 她瞥了一眼我妈 让女人出去卖不照样能拿回这么些钱来 你说什么 我妈一听这话顿时就冒了火 平时那么温婉胆小的一个人被气得满脸账红 眼泪都要滴下来了 靠 侮辱我可以 但是谁给她的权利来侮辱我爸妈 我直接绕开我爸 走到孙剑他妈面前 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 他立马被我扇得晃悠了几下 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一家子没脸没皮没教养的禽兽 你家健子是好啊 要模样尖嘴猴腮 要身高一百七十二 要钱没有要之没有 就剩个好工作还是我给他介绍的 得亏你们原形毕露了 要不然我还发现不了他有多么恶心人呢 说起来 我真心觉得自己之前是被猪油猛了心 被驴子踹了脑 世上好男人千千万 怎么就偏偏看上了个最差劲的 我毫不留情的接着孙剑最在乎的短板 他一听 彻底急了 骂骂咧咧的就要扑上来打我 就在这个时候 隔壁邻居的门开了 我说你们这俩无赖要闹能不能白天再闹 现在都几点了不知道啊 好好的一大老爷们带着妈上前女友家里闹 也不嫌丢人 我可警告你们 刚才你们俩说的那些话我可都听得一清二楚 楼道里的监控录像拍着呢 再不滚蛋我就直接报警让警察来带你们走 邻居大叔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 孙剑一听这话就怂了 他虽然不懂法 但也清楚自己干的这档子是不合情理 万一警察真来了 到时他和他妈也占不到啥便宜 行 你们行 孙剑拉住他妈 指着我跟我爸妈咬牙切齿 何起火来欺负人是吧 李清姨你给我等着 这事我跟你没完 你迟早都得跪下来求我 折腾完这一晚上之后 我跟孙剑算是彻底闹掰了 本来以为他们能消停上几天 结果周一我刚到公司 前台就给我来电话了 老板 楼下那群大爷大妈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好像都是来找你的 找我的 我从窗户向下看了一眼 给 十几个穿着棉袄的大爷大妈聚在公司楼下 手里还扯着个写着李清姨骗人骗钱 不得好死的横幅 而站在思维举着个喇叭带头闹似的 不是别人 就是孙剑他妈 我深吸了一口气 感觉血压都快飙上来了 一下电梯 孙剑他妈就十分眼尖地发现了我 举着个喇叭喊得不知道有多起劲 大家快来看哟 李清姨下来了 他就是李清姨 大家快把他拍下来发到网上 公司大楼正好在一天商业街上 平时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出来玩的人都来来往往 他这咬嚎 瞬间就引起了上百人的注意 在大楼不远处停下议论纷纷 这情况正合了他的心意 看我向他那边走了 立马就一屁股蹲在了地上 当着两条腿又哭又嚎 谁能给我做主啊 老天爷你不长眼 我和我儿子的命怎么就这么惨忧 我儿子对他掏心掏肺 他不领情也就算了 还在婚礼现场接我儿子的短忧 我们家事前也没了 人也没了 让我这老太婆可怎么过啊 我在门口站定 静静地看着他撒波打滚 周围的吃瓜群众一听他这控诉 很快就开始对我指指点点 哎呦 这老太婆这么惨呢 他也是命苦 摊上这么个恶毒的儿媳妇 我看这个叫李清语地长得挺漂亮啊 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都把人家家里给欺负成啥样了 孙剑他妈肯定也听见这些议论了 趁着打滚的功夫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继续连哭带叫 我这人最看不起那种小人得志的嘴脸 一看他这副样子 我太阳穴秃秃直跳 气得牙根都在哆嗦 伤敌一千字损八百的损招 也亏他能想得出来 闹够了没有 我完全没了耐心 直接冲他吼道 光天化日之下在我公司底下撒泼打滚有意思吗 前两天晚上我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 我拜托你摸着良心想想 从我跟孙剑在一起开始 他付出了多少我又付出了多少 孙剑还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月生活费一千五 跟我在一起了之后 生活费直接降到五百一个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思 不就是想从我身上扣钱吗 从谈恋爱到结婚 孙剑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我花的钱 我一个月生活费六千 有四千都得霍霍到他的身上 前段时间我俩打算结婚 你们家先是出不了房子 后世出不起彩礼 我跟我爸妈说什么了吗 不都是在替你们考虑 还有 你不是说婚礼的时候我接孙剑的短吗 那你怎么不说说你们母子俩提了个什么要求出来 又是让我再退两万的彩礼钱 又是让我们家给亲戚过户一套房子 怎么着啊 空手套班郎都没有你们这么套的吧 我爸妈从小就教育我在某些必要的时候 面子根本不重要 反正事情都闹到这种地步了 思破脸或许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但绝对是最爽的一种 孙剑他妈显然是没想到我会把事情全抖出来 坐在地上愣了一会儿之后再次嚎叫起来 你就是想逼死我和我儿子啊 你咋这么恶毒啊 老天爷又快来给我做主优 我算是看出来了 孙剑他妈今天就是抱着一个他就不走我能耐他和的心态来的 行 想叫人做主事吧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果断让保安报警 警察马上就来 我今天就陪你在这里待着 等警察来给你做主 警察没一会儿就到了现场 刚才我一说报警 跟着孙剑他妈一块闹似的大爷大妈一六烟全跑了 只剩下他自己和周围的吃瓜群众 是谁报的警 警察一边走一边问 孙剑他妈一看穿着警服的来了 就跟再次找到发力点一样 蹭得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 直接就挡在警察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 警察同志 你可千万要给我做主啊 赶快把这个剑人逮起来关牢里去 他越往后说越离谱 警察表情复杂 明显是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我跟他们大体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当人也借机提了一嘴骇车的事情 警察把孙剑他妈拉到一边 好声好气的跟他解释 大爷啊 咱这里是公共场合 私人愿私人解决 但您今天这事已经算是饶乱公共秩序了 您看这幸亏是没出啥事 要是万一出了点意外 到时候您可是得负责任的 您就当给我一个面子 咱大实话小小实话了 孙剑他妈一听这话 瞬间就不乐意了 哎我说你们这些警察说啥呢 我给我儿子讨个公道还不行 我知道了 李轻仪肯定给你们好处了吧 怪不得你们都这么向着他呢 一个个的没一个好东西 领头的警察立马板起了脸 毕生呵斥 我去你说话放尊重点 抹黑国家公职人员是要承担责任的 说完 他又回过头来看向我问 李女士 麻烦配合我们去警局做一下笔录 到了警局 孙剑他妈依旧迷之自信 一边拍桌子一边控诉 你们赖我干啥 又不是我要闹事 我就是个老太婆 要不是因为李轻仪这个臭不要脸的 我至于上他单位楼底下找人吗 我不管啥规不规定 反正他必须赔我儿子钱 精神损失费 武功费 一分都不能少 我一听就笑了 张嘴就跟我要五百万 还精神损失费 丧葬费他要不要啊 我也懒得跟他在下掰扯 直接表明态度 行啊 你不是想让人给你做主吗 我看也不用调解了 你直接去法院理判 正好我也不用再费金巴拉的药车了 我刚说完话 孙剑他妈的手机就响了 我无意间瞄到一眼 来电人是沉溅 母子俩大概也就说了几分钟 我隐隐约约听见他抱怨 凭啥就这么算了啊 这不是你出的招吗 你娘我都忙活一整天了 我恍然大悟 一开始从公司楼下看见他们 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我并没有告诉过孙剑他妈我的工作地址 如果孙剑不说 他肯定无从得知 而且我当时刚一出门 孙剑他妈就让周围围观的人 把我拍下来放到网上 如果没有人给他知这一招的话 凭他自己肯定想不到 用这种方法来给我施压 所以现在想想 今天这事肯定跟孙剑脱不了干系 挂断电话之后 孙剑他妈扭扭捏捏地回来了 我现在突然想和解了 快给我那笔 我要签字 临走之前 他又弯了我一眼 声音尖锐 我告诉你李清怡 这事你甭想这么快过去 恩 巧了 我也没打算放过他们 回家路上 我顺手拿着手机登陆微博看了眼同城热搜 果不其然 被荡成枪食的吃瓜群众果今天这事送上了热搜 热度直升第一 并且还在不断上涨 我估计孙剑和他妈现在嘴都快笑裂了 这种事情一吵起来 三个人里最吃亏的就是我 把吃瓜群众当枪食给我施压 最后的受益者变成了他们 可他们殊不知 这件事情的发酵对现在的我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反而替我省了不少的事 我从通讯录里找到王总的电话 拨了过去 王总是开娱乐媒体公司的 三年前跟我的公司达成合作关系 我给他投资 他给我分红 现在森建所就是在他的公司就职 电话一接起来 王总就问我同城热搜上的人是不是我 还问我需不需要他帮忙把热搜撤下去 我没同意 好不容易捧上去的热度外撤下来都没意思 我说 王总 您不是一直想入股我们公司吗 我可以给您百分之一的股份 不过您得答应帮我两个忙 王总一听 连声答应 我说 第一 随便找一个理由把技术部的森建开除 就是三年前我推荐给您的那个人 第二 帮我多增加点那条同城热搜的热度 能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 最好能直接冲上综合榜前三 两个小时之后 王总又给我来了电话 他让公司的人事部以裁员为借口开掉了孙建 还顺手跟其他公司的老总都打了声招呼 王总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 人脉遍布全球 也就是说 他这一个招呼打出去 孙建这个人就算是被彻底拉进了行业黑名单 与此同时 微博上的热度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 很快就冲上了综合榜前三 回到家后 我立刻将孙建在微信黑名单拉了出来 然后在聊天记录搜索框里搜索 宝宝没钱这两个关键词 之前我没发现 孙建一般情况下习惯只叫我小姨或轻姨 只有没钱的时候才会叫我宝宝 只凭这两个关键词 我就搜出来整整一千多条消息 转账金额更是高达六十多万 我面无表情的截图保存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这不是脑残是什么 简直白瞎了这双视力五点零的眼 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孙建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还不等我说话 他就已经扯着嗓子开始质问 李清姨 我今天下午被公司开除是不是你搞的鬼 你是不是在我老板面前污蔑我了 我冷哼一声 说 孙建 我拜托你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一没研究升级以上学历 二没工作能力 三没任劳任怨的态度 之前公司下班改个点 你都要骂骂咧咧好几天 不开除你开水 孙建被我的话噎了一下 我继续说 而且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 你别忘了这份工作 是我通过王总介绍给你的 就算现在我想收回来 也收得理所应当 我没等他反驳 就直接挂断电话 然后切换到微博页面 把刚才保存的通话录音直接发了出去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想往现在的热度上再添一把火 毕竟战争都已经开始了 要玩就得玩一场大的 孙建给我发了一页的微信 从质问我到底想要做什么的 花式问候我的祖宗十八代 我说很简单 只要他把车还给我就行 孙建又不说话了 我老感觉他总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 但我没有多想 切换到微博注册了一个小号 随后 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用旁观者的视角整理了整个事件经过和当事人心理分析 为了隐藏身份 我还特意写错了几处细节 经过超能力的加持 这条微博的浏览量和点赞数疯狂上涨 短短一个小时就被置顶在就词条最上面 看时机差不多了 我又在这条微博底下写了条评论 个人觉得如果南方在这个时候能拿出来实锤的话 这不估计就直接吻赢了 孙建是个急性子 自己身上出了这么一档子 是他肯定会时刻关注微博上的最新消息 生怕忽略什么对他自己不利的东西 而我发这条评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看见 并且照我说的方法去做 只要能让他这把火燃起来 后续的事情都会好办很多 不过孙建也确实没让我失望 评论发出去的第三天 我就在微博上看到了孙建和他妈一起在某音上直播 的录屏 他们母子俩一共拨了不到三个小时 从头到尾都是孙建在说 孙建他妈在哭 成功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心思恶毒 吃力爬外的坚定小人 而他们自己则成了那个受尽欺负 血本无归的可怜母子 讲真的 要不是我自己就是当事人 他们说的话我就信了 可这场直播下来 孙建暴露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他没有证据 全凭一张嘴说 没有事实证据的话终究看不过大众的推敲和质疑 不过这些也都无所谓了 在孙建关掉直播的那一刻 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我迅速登陆微博 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证据资料按照时间和分类全部贴了上去 然后将手机一关 任由各路吃瓜网友自行判断 网络嘛 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且影响力巨大 要说孙建有脑子 他能想到用网络舆论的方式来给我施压 但要说他没脑子 他能在毫无实锤证据的情况下站在舆论的边缘疯狂蹦跶 这不是做死是什么 等我回笼叫睡醒 发现手机基本上都要被打爆了 小部分是爸妈打来的电话 大部分是孙建和他妈打来的 跟爸妈随便聊了两句之后 我随手登上微博 意料之中的 我发的证据直冲热搜第一名 私信几乎是增加了几千条 原来的辱骂声全消停了下来 被清一色的球后续替代 甚至还有好几家娱乐公司 问我想不想借机进入演艺圈的 就在我要退出私信的时候 一个网名叫 哎 二手车交易的用户给我发了一条私信过来 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问我这辆车是不是我的 我放大仔细看了看 没错 我确定这辆车就是我的 我赶紧加上了他的微信 问他车怎么会在他那里 那个人告诉我 这辆车是他两个月之前在孙建手里买来的 当时他看这车保养的不错 想着低价买过来留给自己开 当时他十五万订金都已经付了 结果等到过户的时候 孙建却迟迟抽不出时间 给人的解释也是含糊其词 他担心车有问题 就一直停在院子里没敢开 听他解释完之后 我瞬间就明白过来孙建为什么一直拖拉着不还我车了 我突然想起来孙建两个月前跟我提过一嘴 他老家要盖房子还差十万块钱的事 但当时我正好在跟他吵架 所以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卖我的车 给自己老家盖房子 我冷笑连连 孙建就算谈打得还真一点都亏不着自己 跟这个人商量好之后 我将他提供给我的证据全部打包发给了公司法务 再将法务连夜期草好的律师韩志顶到个人主页 顺手咬了下警方 晚上 我又接到了孙建打来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连哭带求 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希望我看在原来的情分上放他一马 我当然没有同意 他想闹就闹 想结束就结束 全世界的好事都揽他一个人身上得了呗 两天之后 我接到了警局给我打来的电话 他们说孙建已经全都交代清楚了 接下来就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个多月之后 我再次接到了警方的通知 四字售乃他人财务数额巨大加上诽谤罪 孙建被判了两年零七个月 警方消息一出 孙建这个名字时隔一个半月再次登顶微博热搜 恩 怎么说呢 十个网友里有九个在骂他是软犯男 还有一个诊断他为脑残 我不觉得他可怜 无论是他 还是他妈 这都是他们作茧自负 孙建的审判结果下来之后 我以为这件事算是彻底结束了 直到某天晚上 我刚出公司门就听见有人在叫我名字 这个声音我可太熟悉了 除了孙建他妈还能有谁 将近三个月没见 要是真做了牢下半辈子可让我们母子俩咋活啊 你放心 只要你能把剑子保出来 到时候我肯定带着他回老家 再也不来找你了 他在说什么 跟我抛筹码吗 我转身想走 但奈何被他一把抱住了小腿 你不能走 你还没答应我 不答应我我就不让你走 笑死 又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没脸没皮 我说 第一 我没有理由去帮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孙建身上也没有值得我同情他的地方 第二 孙建触犯的刑法而不是民法 就算我想 我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保他出来 第三 我是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不跟你过多计较 如果你再继续纠缠我的话 我不介意直接交给警方处理 听到我的话 孙建他妈的脸瞬间就拉了下来 一脸愤恨地看着我 就在我转头走出两步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孙建他妈声嘶力竭的嘶吼声 你这个贱婊子 我要杀了你 紧接着 痛的一声 孙建他妈被公司门口的几个保安用防暴插插在地上 刀扔了很远 头发凌乱地指着我妈妈咧咧 不久之后 我又得到了这对母子的消息 孙建上诉被驳回 她妈也因为杀人畏遂罪而被判刑 说起来也是搞笑 谁都没想到 他们母子俩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在牢狱中团聚 孙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